我们制作清汤 没有跟说有油这一类 不放大油大料 太腻了 太腻了这个东西 没有 是吧健康饮食 美食不想做 拍雷我来做 大家好我是熊二 今天我又来了啊 我现在在河一路跟上海路交叉口 听说这边有一个王老山牛肉汤 网红店 刚好今天咱们过来打个卡 尝一尝看一下味道怎么样啊 大哥是不是上抖音了 激不激动啊 激动 吃饭了没有啊 吃过了 吃过了是吧 我就是说请你吃羊肉 那个牛肉汤 我才吃过 才吃过是吧 是不是王老山家的 是 他家味道怎么样 味道蛮好的 经常来吃吗 经常来吃 实话你别忽悠网友啊 实话我刚才才做才吃过 这么巧吗 你看我这录视频 你过来了就这么巧啊 大家好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我们去尝一尝啊 好好谢谢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六点钟了 天快黑了 刚刚刚刚 我是跟着一个大姐来了 他们现在搬家了 搬到这个河一路上面来了 网红王老山牛肉 他搬家了 搬到河一路这里来了啊 这牛肉汤粉丝多少钱一份啊 小碗的七份 千张粉丝 七块钱不费啊 七块 嗯 嗯 哇这个大锅看起来有这个氛围啊 师傅你这牛肉汤在哪里吃的 也是在环南小碗 环南小碗 环南牛肉汤好像做的是红柳汤 这个锅是清汤的 自己改善一下清汤的 我们这个重放的 全靠这个牛糊头熬汤 全靠大的牛糊头熬汤 这是什么牛有哪个地方的骨头 牛糊头嘛 牛腿骨 哦牛腿骨 对 全部牛腿骨熬汤 你这一锅汤的话熬多长时间啊呗 要四点多才熬嘛 熬到八九点 差不多一天两锅汤 咱们这一锅汤的话 大概能做出来多少碗牛肉回去 110到120碗 一天两锅汤好吗 一天两锅汤 哦老板你老家哪里的 老家安分合中的 为什么从 为什么从河缸那边搬过来呢 那边没有拆迁了 哦要拆迁了是吧 那边说要拆迁了 那不流失了一批老顾客嘛 对 也没有流失了 这个新部和老顾客一样 像你们早上几点开门 早上五点 二晚上八点钟 像咱们这个牛肉汤 你觉得跟其他的店里有什么区别 我们制作清汤 没有跟头有油这一类的 哦不放大油大料 那菜太腻了 太腻了这个东西没有 哦是吧健康饮食 这是我清汤的 哦我不要辣的啊 这真是清汤没有辣油 这一份七块钱 哦 他现在这个茶叶蛋看起来太有感觉了 我都忍不住想弄一个 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大姐 一块 一块 茶叶蛋一块钱一个 两个 牛肉汤是标配是吧 要配几个茶叶蛋 小便随便吧 随便吃 我买一块钱一个茶叶蛋 现在不多接了啊 先拿两个吧 我拿两个 那个翘翠皮的 这是咱们牛肉汤的黄金大道对吧 黄金大道 吃牛肉汤一般基本上都要吃的东西 嗯 泡餐 泡餐 哈哈哈哈 大姐的手速好快啊 咱们这一块饼子多少时间都做好了 两三分钟啊 是挺快的 下午做了烧啊 早上做了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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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烧卖的烧啊 做了烧卖的烧啊 做了烧卖的烧卖的烧 老板娘这口音太清晰了啊 不愧是薄粥的啊 我也是薄粥的 哈哈 来不及 来不及是吧 来不及是吧 这就是 合纲 救命网红 上面粉丝 这个是 豆皮 香菜 粉丝 鸡蛋我本来不想点的 你看这个鸡蛋太有感觉了 牛肉汤的标配 通油饼 我平常吃也是这样吃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7块一碗的酒多大啊 碗的原盘挺大的啊 装的也不少 7块钱一碗 对我来说的话是很便宜很便宜了 环田牛肉汤是我们安安户环田的一个美食啊 比较大重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 都比较一般 你先找到好吃的其实很难 这个我也是慕名而来看杨哥卖总的这个视频啊 咱们尝尝这下花天牛肉汤味道怎么样啊 来两块这个牛肉 来 牛肉吃起来很品实 其实吃牛肉汤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豆腐皮肤比较喜欢吃 嗯 黄金大汤吃牛肉汤 在安徽或者环台这边基本上都要配这个葱油饼 来 老板说好看让我们拍一下看 刚做的 一块五一个 这个是好看啊 两块五 两块五是吧 让我吃的那个 让我吃的那个 后油饼让我吃的小的时候吃我们那个 呃 就是那个面饼那种感觉 有点回家的那种感觉 这家店非常的经济实惠啊 一碗粉丝 基本上一个承认就饱了 再来两个饼 一块钱一个 就等于说九块钱 十块钱不到就吃饱了